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台队市有一名男士 今天晚间点了外送 我们今天就叫外面就好了 你们又想吃什么吗 随你啦 你做主啦 还叫我伤脑筋 结果他的外送 竟然送到了其他区域 你们不要对我生气 地址写错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他不但不觉得惭愧 我想睡觉了 反而还觉得 以后不要再点那件外送了 他不是 没有送到这边的地方 这样子男子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连线到芒果TV 芒果TV的新闻主播你好 好 不好意思 他们不想回答 他们拒绝回答这个问题